好 这个也是包含在里面了 OK 来 我们继续来看这台车子 看完外观 看完内装之后 来谈谈它的动力好了 这台动力是就是用一般 就是我们说跟Mini Cooper那一颗是一样的 就是有BMW跟PSA级版所共有研发的 这样子一讲起来 对它的整个动力的感觉有提升的感觉 其实这颗1.6引擎 当然挂在Mini Cooper身上是OK 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以我实际看来结果 感觉有点失望 我说为什么你会有但是还有失望 来 讲吧 因为我们在开 因为同样是引擎120匹 然后16.3公斤 但是挂在Mini Cooper上面 不是Coopers S 而是Coopers上面 它是挂了一个速手牌手势牌 但是它只是207CC式式速手势牌 所以整个换挡表现 还有它整个降挡 KIT DOWN表现 都没有像Mini Cooper这么顺 所以第一个搭配的变速箱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的 第二个 车重 车重 它这个1400个网续 所以开起来 虽然起步算OK 还算不是说非常轻快 但是它是满平顺的 但是比较差的是 它在上坡 一直在上坡 上山路的时候 这你真的有点心有力的力不足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要操人家车的时候呢 那你绝对不要去想要操别人 所以刚刚郑果在幻想说 可以钻到那个货柜车底下 它开过去呢 如果它能挂Mini Cooper S那一颗175P就不一样 就可以去当特技车了 真的 或是GTI那一颗引擎 你讲话很毒哦 它的操控性算是拿OK 这个导致它的优势 因为它的引蓝结构啦 它的扎子巾 还有悬吊的设定都相当硬 也不是说硬啦 硬啦 所以如果有人挑衅你的话 赶快就到那个有弯路山路的地方 去跟它来比较 当然我们在开 这在干嘛 这个在干嘛 这在享受啊 享受吧 享受北海岸 我就说开这种敞篷车的人 真的太那个 太嚣张了 因为旁边我们还坐了一个正妹 我们特地邀请到一个正妹 实际上开这个车出去不嚣张 其实也好像对不起他 尤其在这种北海岸那种 又有阳光啊 不少那种 哇 那个微风清吹 记得哦 这个一定要到北海岸去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塞车的台北市区 这样子来弄一弄 大家就觉得你有问题 没错没错 我让它空气 其实还可以再调量 它的操控性真的 比动力表现 让我们算是感觉好 好吧 要加多少钱 118.8 118.8 它跟GTI车型是一样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118.8 118.8万 OK